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大家手转不灵 觉得前路一片黑暗的时候 肯借钱给你的人 就好像一盏明灯一样为你开路 但大家没想过 明灯为你开的这条路 分分钟是通往你一个心愿 今天叫了这么多纸杯来 是想和大家谈谈之后的Iron大计 哎,容易啦 我都不时都验冰仔进贡 逛街看电影、吃饭、买袋 哪需要自己付钱的 哇,你这么狼死的 我最多都是验人感情 要人陪我去玩 哦 我都说我都是被验过的 那,姐妹们 给点带子好不好 我们现在要吃大茶饭 跟着我这么多年的行片经验 已经为大家预备了周全的action plan 大家看看 玩转贫穷友 都已经是贫穷友了 还有什么好验啊 就是他穷 所以才要跟我们借钱 那我们就可以乘机验到他不受续币 这次这班老板 全部都是等钱花的人 在这个列列里面 全部都是信派分量记录的人 就是说带子长就是这样 大家没有东西不明白 OK啊,不容易而已 哇,正啊 有得玩又有钱赚 喂,那我们怎么分工啊 我想好了 我主要就做中介人的角色 特别水与洛达 而你呢,就做方斋 和老板聊聊天 至于Clover就做我秘书 带下文件学一下东西 而你呢 Haley姐 每个角色都这么多对白 我怕我不记得啊 我如你了 你就扮认银行职员吧 到时照顾导 放心吧 有Haley姐看着 你一定做到的啊 你还是时候转换我的角色 不要再做犯人了 好了,大家今晚回去代入拍角色 明天准备开工 唉,怎么算好呢 这一段时间没有公开 银行那条帽子有没有还 去哪里赚钱给阿仔开河呢 唉 一会儿通了怎么说 你照稿说嘛 你都择有稿嘛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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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是不是吴多坚先生呀 哦,是呀,哪位呀 你好啊,吴先生 这里是大获法银行打来的 我们现在银行呢 做着一个低息的借贷优惠 想了你少少时间介绍吧 有什么优惠先 首先多谢吴先生你对我们的服务有兴趣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拿钱费好世界的借贷优惠 每借一万元呢 每个月都是给回一百元利息的 好价格 这么着数 哪有这么大价格呢 随街跳呀 真是这么着数的 不争 不如你上来我们office那里 等我们的财务策划师 跟你详细讲解一下 然后你才再决定 因为我们是不成功不收费的 不是啦 不然一会儿上到来又说没有正职 到时不批的 我连车钱算给你 放心哦 我们这个推广优惠 因为是不需要入息审查的 而且你借不到钱的话 我们是不会收手续费 另外呢 无论你最后决定借不借钱都好 我们都会有回五百元的超市现金券 送给你 所以不来才吃虧啦 上一上去就五百元拿 拿来买东西给孩子吃都好 好上去先 好啊 那我几五钟上来呢 如果一会儿加4点就可以了 可以 4点没问题 嗯 多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 吴先生 那我们office的地址呢 是 旺角大黄大厦八楼B 那到时你到了呢 打99991111 找回马仕就可以了 吴先生你好 首先多谢你今天上来和我们 聊聊你借钱的事 那我这里是财务策划师 我姓马叫阿迪 那这个我秘书Renny 你秘书就是你了 你不是银行来的吗 为什么变成财务公司呢 那话说话 那些优惠和QPON还有没有呢 放心啦 其实我们是大黄泛银行的子公司来的 那所有优惠和QPON都有在的 不用担心 那首先初步了解你的财务情况先 你本身有没有上班的 没有啦 哪有正职呢 还是有空在省工的 那想问一下 吴先生你本身在其他银行 有没有借贷纪录 有啊 在ABC银行 就还欠一条数 十万元左右 那想问一下 你今次上来 是想借多少钱的呢 我想借五万 应急而已 不知何时 我可以批到有钱了 如果我现在处理的话 大概三十分钟 那你填一些个人资料 和签回我简单的借贷合约先 好啊 这边先处理 这边先处理 再处理一下 好啊 好啊 小姐 分一份 不过呢 为什么这份盒表 写着要收我三十个月 手续币呢 好 放三个手续币呢 我们会复便的 那在这个签完名就可以了 好啊 行了 麻烦 OK 资料就齐齐了 那我们会安排你在破水块那边借钱的 不是你借钱给我的吗 我们呢 只是中介人公司 那是负责了解你的财务情况 然后转介你的申请 那你要去十楼破水块 在财务那边才得到钱的 随便吧 那是不是现在上去 是呀 我给书带你去 那不就行 好啊 另外这里的超市礼券那边 我给你吧 真的有吗 这边啊 不差 好啊 谢谢你 拜拜 喂 Clover和鱼仔游上来 喂 阿龙 这条水已经游过来了 放心吧 我知道怎么办了 水多了多了 我现在在财务公司 和以前真的不同了 以前的那些大脑子 纹身 现在全部换了那些年轻女儿 还好好服务 叶小姐 幸好有你 我才说到这部课 不用客气 王先生 明天再有什么财务烦恼的话 欢迎随时再来找我 一定一定 拜拜 拜拜 吴先生 是 这位是泊水化财务公司的财务主任 叶小姐 这位是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叶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这是吴先生的资料 麻烦你了 好麻烦你 我招呼吴先生 可以了 请过来这边 好 吴先生 先给你一张卡片 好 好 看回这些资料 吴先生也是上借五万元的 对吧 是呀 我帮你看看 吴先生 这些资料显示 你的信贷记录真的不一样 而且还入了黑名单 所以就找你帮忙 你知道的 现在快要开学了 小姐的校服 书全部还没买 放心吧 吴先生 我会尽量帮你的 嗯 要是这样 我用第二个方法帮你 第二个方法 啊 好啊 吴先生 循例我都要核对一下 你个人资料 麻烦你提供身份证和住址证明 我带了 身份证 住址证明 这些资料正确 另外我见到你田尼泰克做你的担保人 现在我会打一打给他 确保这个电话是对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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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上来借钱是不想让我老婆知道 所以千万不要打给我老婆 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没办法核实了你所提供的资料 所以我们要收回30%的保证金 有没有办法 那就是收了万五元收入费 不是 是不是 我也是不借了 明白 不借也没问题的 不过根据我们公司的规矩 我们要收回20%的手续费 你们不是说不成功不收费的吗 不借不借也要收个钱 是啊 吴先生 你现在已经算是成功批核的了 因为我们公司是批到钱给你 只不过是你不借 所以我们一样要收回手续费 那算了 反正我洗濕了头 借就借了 不好意思啊 吴先生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规矩 我也没办法 要不这样 我送两张超市现金券给你 你在这里签个名字 就可以拿钱走的了 两张那么少 多送一张给你 来啦 在这里签名 好啊 收续完成了 这些资料我稍后帮你填回 请你等一等 吴先生 那你总共借五万元 我们收回你三十%的保证金 即是万五 这里三万五 麻烦你数一数 好啊 那我送你出去 拿好多钱 好啊 谢谢你 再见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拜拜 拜拜 片中的市民 虽然成功借到钱 解决了嫌疑之急 但是他没有核实清楚对方的身份 就是借钱 这样做的话 就很容易拿换片头的圈套 好啊 在最近 我们银行公会 就留意到 不少市民都收到 毅务银行的电话 又或者语音讯息的来电 在通话的过程中 不法分子往往就会用了 推销银行产品 或者声称客户的银行户口 出现不尋常的交易做借口 乘机套取客户的个人资料 作为法的用途 其实 银行是不会用预录语音讯息 来通知客户 户口出现异常情况 在核对资料的时候 银行也只会要求客户提供资料 和银行的记录做配对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银行都不会要求客户 口头提供任何的密码 当大家收到这类电话的时候 可以向对方要求提供职员资料 例如职员编号或者内线电话 再打到相关银行的客户服务热线 核实来电者的身份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随便向可疑的来电者透露个人资料 如果怀疑受骗 就应该立即通知相关银行 和报警求助 小心点啊 儿子 老婆 我买给你的袋子 喜欢不喜欢 当然喜欢 这个款我喜欢很久了 不过没钱买而已 多谢你啊老公 合什么气啊 两夫妻 最重要是你喜欢 以后我有钱 再买几个不同款的给你也行 喂 哪位 喂 吴多健先生 我们明昆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打来的 我是Ali 你之前借钱的手续费还没给 什么啊 什么没给啊 你等一会 老婆 我先打个电话 好啊 不如你先带儿子去街市 我待会把电话给你 好啊 儿子 走了 我们去街市 快点了 你又什么还没给啊 那时候说明不收周图费 现在又要给 怎么搞错啊 没搞错 合约上是要清清楚楚的了 那我们中介公司 就要收回30%的手续费 有根有据的 30% 不过我借了5万元 我就是给你1万5元的手续费 怎么搞错啊 我不给的 哦 和你先对回地址 太子道开心大厦嘛 那我们就唯有委托收数公司 和我们去处理的了 那至于他们做些什么 我们就控制不了的 你慢慢想清楚了 拜拜 喂 喂 卡托我善 不不怕啊 你整间公司都是女孩 饿不了什么出样的 没害怕过 唉 唉 她说不给我 行了 Hailey姐 我们明天会招呼她的 不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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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家里给我们说什么事 没 snakes 有理性 算 coch 怎么回答你 你两个生意怎么 cél 没 想你还钱 没有钱还 便到了游客探探探探探探探 我現在哪有錢還給你 沒錢? 沒錢我們就去你家裡 不小心放到蛇蟲鼠蟻 不要說我了 我老婆和我兒子很害怕這些 兒子害怕 我不小心放下火柴 讓你全家一鑊熟 大哥 你只是求財 我現在身上幾百元 還給你先 說你知道 不要玩東西 記得還錢 在剛才片段裏 韓仔和阿龍聲稱會招要事主和事主家人這個行為 就有機會犯了刑事恐嚇罪 而中介公司和財務公司的職員同樣有機會犯法 沒錯 沒錯 片中的職員 向事主訪稱可以豁免這些手續費 誤導事主簽下一些不合理的借貸合約 這些行為 很可能已經關閃了放債人條例 高sir 其實現在有不少的財務機構 都會提供借貸服務 如果大家想申請這些服務的話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市民透過貸款中介公司 申請貸款的時候 應該先釐清中介公司可能收取的服務費 合約條款 批合貸款所需要的時間 大家也要留意 所需的服務費 是否合理 又或者在任何時候 申請遭到拒絕 這些金錢是否可以退還 申請人 若果在任何階段 終止貸款申請的時候 必須要了解到 有沒有一些費用是需要支付的 例如服務費 行政費 或者一些懲罰性的收費 有些標榜不成功不收費的中介公司 往往令到申請人 誤以為不成功申請貸款 就不需要繳付任何的費用 其實申請人 應該先了解清楚 成功的定義 到底是指 中介公司成功將申請人 轉介到貸款公司 還是直至到貸款公司 成功批核出全數的貸款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當申請有關貸款的時候 必須要留意清楚當中的細節 大家記住 當收到一些不明來歷的電話 邀請大家申請貸款的時候 記得先核實來遍者的身份 千萬不要披露一些敏感的個人資料給對方 如果有懷疑的話 就應該先收錢 而大家申請貸款的時候 也要清楚明白到 借貸的條款 還有自己的責任和權利 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就千萬不要簽署了